我們沒有直播過 所以就剛好有空檔 就來開個直播好了 這款車是Infinity M37 它的年份的話大概 台灣的話大概11年到19年 都是這個M35 M25 M35跟M37 它有不同的係數 尤其國外它記得 它有一顆5600cc的V8的引擎 那這個一般大部分都是V6的引擎 這一顆3700cc的引擎 動力大概335匹 所以這個世代都是 它的引擎它要是VQ37 VQ37它的動力都非常非常大 都是一個NA的大係數的世代 那今天不介紹它引擎的部分 我們今天要改裝的是KT的道路板避震器 它的底盤懸吊 是特別特別的要介紹的地方 因為現在的底盤趨勢 要找到雙A背的設計 其實車款的話越來越少了 包含LASUS的IS系列 後方的雙A懸吊也已經不見了 這個世代的話 M35 M37的這個世代 都還是前後是一個雙A的懸吊 後來接季的一個車款 Q50它的懸吊一樣是 前後都是雙A的懸吊 所以這個都是最棒的一個懸吊系統 那車友的話因為 前面的避震器已經有漏油而損壞了 所以今天來改裝的是KT的道路板 那它的避震器前面跟後方的話 來這裡好了 都拆下來了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這是前面已經漏油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比較明顯 從外觀上就可以看得出來損壞的地方 因為已經漏油了 那在沒有漏油之前 其實正常來說 它對彈簧的吸附的震動 可能就沒有那麼的理想 那原廠跟KT改裝的 有兩個地方有差異 第一個 KT的話是高低軟硬都能調整 在功能性上比較多 第二個 原廠的 它畢竟還是要兼顧到 它大型房車的一個舒適度 但KT的話 在舒適度上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像原廠那麼好 可是在操控性上的話 會比原廠的好很多 這個是前面的一個避震器上座 那它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這些油管固定架的話 KT也都有附 等一下 前面的話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上座的話也是一樣 上座這種雙A背的懸吊 通常KT都有附一個全新的上座 不需要再拆 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不需要 尤其像這個 如果有一定使用年份的話 如果拆上座來沿用 就很難確保說它上座的一個狀況 這個是後方的懸吊系統 後方的話也是雙A背的 它的下方是一個開插的形式 上座的話是 這個後方的懸吊系統 其實跟後來的Infinity Q50 後方懸吊機構都還是一樣的 但它的後面上座所在的位置 是在跟CAMELY一樣 Toyota的CAMELY一樣 是在後座 現在不能講CAMELY 應該講說CAMELY的五代、六代、七代 比較相近 是在後座 後座乘客的一個後方 所以它要調整 後方的阻鈴 就比較不方便 因為需要把 椅背 把它拆下來 然後才有辦法 調整得到避震器的上部 所以KT的話 有附一個原廠的調整機構 那個調整機構就跟 KEMELY是一樣的零件 待會的話再跟大家來介紹好了 這個是原廠拆下來的一個懸吊 後方的話是這邊 後方的話它 師傅也已經裝好了 這樣的懸吊系統其實很棒 當然啦 它跟多連桿的一樣 彈簧跟邊締分開的結構一樣 像早上的RAV4 5代一樣 當車高要稍微降低之後 今天沒有要降低很多 今天只有要略降低 大概一指幅而已 當車高降低之後 後輪的KEMELY會變趴 可是這部車啊 它能調整的地方的話 不論是後輪的豎腳 或者是KEMELY角度呢 都能夠做獨立的調整 只是它調整的區間會比較小 因為原廠的設計 它都是做一顆偏心螺絲 所以它能調整範圍 了不起就大概兩三mini左右而已 不像是改裝可調的 仰角或者是豎腳調整器 它能調整的範圍會比較多一點點 好 這個是後方的一個雙A懸吊 後方其實下方拆卸的話還蠻簡單 可是它的上座的話 需要把後椅被拆掉才拆得到 那這種的懸吊系統調整車高 就比較方便了 前面跟後面都是一樣 我們把桶聲拉長它的車高就變高了 這種的調整車高還蠻方便的 那後方的彈簧公斤數的話 我們是配置8公斤 前面的話是12公斤 Q50的話 因為是2.0升的渦輪引擎 它的重量稍微比較輕 所以Q50的懸吊系統 前面是雙A倍的沒錯 可是前面我們配置10公斤而已 那這一款M37的引擎 是V6的引擎 重量蠻多的 所以我們配置的是12公斤的彈簧 好 那後方沒有什麼好介紹 後方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阻尼調整的方式 後座的一個拆樁 需要把屁股做的這個 這個叫什麼椅墊 椅墊的話需要拆開 然後椅背的話也需要拆開 椅背的話是需要往前拉才有辦法拆開 所以可以看到V6的上座 那上座的話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 經理現在在動的這一顆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後方的阻尼 往順時針的話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變軟 但因為它加長的上來 所以它在旋鈕的一個敏感度的話 就沒有辦法像直接去調整的話 那麼的直接 因為已經有延長了 再加上如果要調整的時候 椅背會夾住 所以要調整之前呢 以便要稍微往前拉 再來做調整 會比較順暢一點點 前面簡單介紹 後面的話簡單介紹完畢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懸吊 而且這顆引擎的話是 NA動力比較大 3700cc 3700cc的話 它的動力大概300 如果沒記錯好像330幾匹吧 這個算是高速公路的話 有可能辦法把 192335 它剛好是335P VQ37 應該有辦法 跟原廠沒有改裝的N54引擎 來一較高下 這個是避震器的上部結構 這個是VQ37的引擎 這個是VQ37 那避震器的 不好意思 我們背景聲音還持續在施工當中 所以會比較吵一點點 那這個是避震器的上座 它的上座拆裝也很簡單 因為就只有上座三顆螺絲 在這裡而已就拆得到 那阻尼調整的話 也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可是阻尼調整的話 要記得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 往順時針就變硬 逆時針就會變軟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你看我們經銷商打電話給我 表示他沒有在看經理的直播 我們現在要打屁股 前面的話 我們配置12公斤 前面的拆裝 就稍微比較麻煩一點點 前面的話 它的腳管 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拆裝的時候 需要把這個A背的機構 雙A的懸吊 把它分離 它的拆法跟 ODI的A4B8比較相近 從這個地方拆開之後 下方只有一顆螺絲 可是要取出來的時候 從這裡拆掉 會比較好拆卸一點點 而且它的下方機構還蠻特別的 這裡是一個 一個防晴桿之後的離載串 就直接穿越腳管下方的螺絲 那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 它這些零件 甚至是連 GTR R35的話 也都是這樣的設計 它的一些油管架 還有350Z 370Z 都是這樣的 一個油管架的設計 所以這些油管架 不需要再綁來綁去 KT的話 都有附M37 這款車 專用的規格 連GTR R35都有專用的零件 前面的話 是配置12公斤 那 KT的用料的話 早上講一遍下午要講一遍 因為我們的影片 是會放在YouTube 那如果也許有可能 隔了三五個月之後 又有一樣車款的話 我們就會把這段影片 拿來給車友們來參考 所以講的內容幾乎有很多都一樣 那在 KT的填充裡面的 電池填充的阻尼油 油品用得很好 是義大利IP的阻尼油 是大概200L 從義大利進口的 那像油風的話 使用的 這個日系車 Infinity是日系車 所以日系車的一個 很多車友推崇的 都是日本TEAM的品牌 那TEAM的話 它所使用的油風 就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KT的用料也很棒 也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也許有可能車友們 對這些零件的選擇 比較沒有那麼了解 但是這些都是很知名的品牌 譬如說可以打 在Google上面打 NOK 然後 ORIN 或者是NOK 空白油風 都可以搜尋得到這些相關的資訊 這些零件的話 都是很棒的一些 一些 耗材 那KT的話 我們本身就是製造這個避震器的工廠 所以如果 也許有可能用了幾年之後 主人有劣化了 或者是像油煙廠這樣 有漏油的狀況 KT都有辦法來負責 把這些做一些整修的一個工作 譬如說 防塵套饅頭 或者是螺絲螺帽壞掉 上座橡皮壞掉 這些都是可以針對單一的零件 來做泰幻的服務 而且我們KT的以內銷台灣來說 北區的話有北區的經銷商 中區也有經銷商 南區的話也有經銷的店家 這些的體系呢 都可以替大家來服務 包含剛剛好像線上 有朋友是住宜蘭 是在詢問馬自達3的四代 宜蘭的話也有 宜蘭花蓮 花蓮奇盛 還有台東也都有店家 所以如果都是台灣 我們國內的一些車友們的話 在詢問的話 我們台灣都有一個 很多的服務的店家據點 可以替大家來做一個 安裝的服務 如果車友們也要試乘 我們也都有提供試乘車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來做一個比較 覺得試乘之後有滿意了 再來考慮就好了 那這一款車是經理的一個好朋友 是在桃園的Infinity服務 幫我們介紹的客人 那如果有需要 需要試乘Infinity的新車 或者是購買新車 記得來訊息給經理 這個好朋友也幫我們 介紹很多的Infinity的車主 我也很希望能夠幫忙他 銷售一些Infinity的好車 OK 以上是今天Infinity M37的一個安裝KT 道路板避震器的一個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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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